洋葱炒鸡蛋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 洋葱是一年世纪很常见的蔬菜 它被誉为蔬菜皇后 因为它的营养很丰富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这道洋葱炒鸡蛋 准备一个洋葱 去根去皮 然后切成小片状备用 准备红黄青椒各一个 今天只需要它们的三分之一就够用了 剩余的可以收藏下次再用 去根去籽 然后切成小片状备用 打四个鸡蛋在碗中 加一点点的料酒可以去腥 加少许的白醋可以提鲜 加半勺盐 打散后备用 在锅中倒一些油 先来炒鸡蛋 倒入鸡蛋液后 慢慢地推动鸡蛋液 成型后 盛出备用 不用洗锅 再倒入一些油 准备煸炒洋葱 把洋葱煸炒至半透明状后 加入青红黄椒一起煸炒 煸炒青红黄椒断生后 加入鸡蛋一起煸炒均匀 加一汤匙的生抽 加半汤匙的蚝油 煸炒均匀 加入一勺盐 加入一勺糖 加入一勺鸡精 煸炒均匀 最后加入一些勾芡用的汁 再次煸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营养美味的家常菜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 一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